大家好,欢迎收睇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优美国衰退,炒股不炒市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反弹了67点,收报26,110点 成交大概有625亿 今天港股先低后高,其实连续三天都是这样的走势 大家可以先看恒新指数这幅走势图 我们连续三天在低位那里出现有一些回稳的迹象 也都连续三天跌穿了26,000关之后又收回在其上 在上日最低位25,778点,你当它是25,700区 如果收市位跌穿25,778的话,短线就是红灯 现时来看仍然都是红灯,因为它是26,000区穿梭 为什么我们会先跌呢?就是因为优美国衰退 美国最近的数据是一样的,等一会再长谈美国的情况 包括港股跌不下,并且有些资金在炒那些主题板块 很多主题股都冲了上去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说,邮美国衰退之余,就是炒股不炒市 好了,大家看看美股这个走势图 标普500指数 是500只最大的美股 走势就开始转弱了 连续两只长生阴烛 走势一样 有点像双顶形态了 双顶颈线位就在2822点 如果跌穿2822点的话,确认双顶的话就比较稀 为什么这两天会大跌呢? 就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一样 第一个就是那个ISM制造业指数 跌到七年来最差 第二呢 昨晚也有公布一些不利的 好像ADP,就是这个小飞龙的数据 其实它就不是很差的 它就报13万5千 较预期的14万 就只是略低一点 不过市场是惊弓之了 怕那个经济就急剧转差 今晚呢,美国会公布ISM 非制造业指数 明晚星期五晚就会公布 所谓的大飞龙 就是飞龙业 即为增长数据 九月份这两个数据都是关键的 因为第一个 ISM的制造业指数转差了 不过美国最主要的GDP 八成多 近九成是来自这个非制造业的 就是服务业的 所以今晚那个数据才真真正正很重要 而明晚那个大飞龙 当然也是比这个小飞龙更加重要 所以今晚明晚两个数据 才决定究竟美股 是否真的会出现双顶 跌穿这个颈线 如果今晚的数据好一点 那就没那么害怕了 那相反如果真的数据一叉 真的会双顶 就会倒逼美国联储局 10月底30日 减息的机会很大 其实事实上出了 昨晚的数据之后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反映 10月30日议息之后 减息的机会突然升到七十几个百分比 七十二个百分比 昨晚看的时候 就是说减息机会突然高涨 那如果你看美国十年期债息 就是看到了 最近其实曾经由1.43 反弹到去 9月13日高位1.91 就是由1.4水平上回到1.9水平 当时就是有点 就是转换息息高了 就是避险情绪降了温 那当时港股也都是 在这段 就是上到9月13日这个高位这一天 就是和息是一样 反弹上去 但是这段时间的息又下来了 所以港股也都是赔回它跌了 不过债息跌穿1.6厘 港股就恨好这几天 就站在2万6关那里就没有再进一步下跌 不过从这个债息这样看 它是有机会再次下去试回1.4这些水平的 因为市场仍然是憧憬它会减息 就算10月不减息 第四季都是会减息的 早前那时候说减息完之后说不减息的 我都说了一定会减息 到时又会逼它减息的 市场仍然有少少事 其实那个 昨天好像小飞龙 其实不是很差 但是都会大跌 美股都会大跌 倒逼它减息 你看看昨晚 列口下跌跌1.8% 那接着这几天随时都会再试 颈线 倒逼美国减息 港股好少少 站稳2万6关 当然也都和今天市场传出来说 一些政治上高一些 可能反蒙面法那些 那就有相对有少少刺激 不过最主要不是这样 因为这几天其实你看到下跌之后 都已经是站稳了少少 会不会有机会反弹 当然看这个 今晚明晚美股的走势 能不能够站稳 如果美股都是大跌的话 你说过本身就是 说有少少改变的反应 未必可以支持到 因为刚才说过 其实我们这个升和这个跌 是很像美国 十年期债息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所以这个是大气候影响 小气候就影响 本港的小气候只不过是左右少少 不是左右到大局很多 要看今晚的ISM 非制造业指数 和明晚的美国就业数据 才是对港股真正影响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第一部分说完优美国经济衰退 对大市的影响 第二部分我们说说 炒股不炒市 虽然大市很多不明朗 但是由于内地的优势 北水就下来 很多板块 特别是内需消费类板块 其实走势是理想的 那我们集中说一下 内需消费类板块 首当其冲 特别受到资金 爱大追捧的就是 体育用品股 好似李宁今天升成4.5% 挑战下降轨的 很有机会突破向上 前浪顶就在9月3日所做的 高建24.6毫半 跟今天相差就大概过半左右 过半有没有机会升得穿呢 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另一只体育用品股龙头股安踏 今天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破了顶了 你看看 今天它收67元 升幅虽然只是3.4% 略顺于李宁 但是已经站在这个前浪顶之上 创了历史新高了 率先创历史新高的话 你说李宁有没有机会呢 都是有机会的 是吧 另外一只体育用品股特步 今天都升成4%的 总之体育用品股这个板块是受惠 跟那只偷博上市可能也有关系 至于体育用品股做好 第二个板块就是火窩类板块 火窩类 大家都知道 说来说去就是 移海国际和海底撈这两只 这两只股份 今天都是表现理想的 好像这个移海国际那样 升成8% 虽然它即市高位今天49.75% 尚未破顶 在8月30号的时候 做过49.85% 今天是7.75% 高位差1毫 但是以收市价来计49.4% 已经是收市的历史最高位收的了 那后市似乎还是有机会再冲上去 它PE很高的 旺跡PE现在讲80多倍 但是这股股真是避受市场追恐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盈利能见度高 就是增长得比较理想 除了它做这个汤料给这个海底撈之外 它也有自己的火窩 那这个就是比较市场比较看好的业务 那海底撈 这只火窩的龙头股 今天就升5% 突破了这个短期下降轨 那之前那个高位就是在8月30号所做的37.95% 今天就收35.55% 那就是说相差2.4% 2.4%有没有机会升穿呢? 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些每次现在其实走势都是一浪高于一浪 调整旧的话 调整大概一个月多些 你看到上次这里都是7月头 见了高位之后调整到8月头 那接着就冲上来 那这次就是到8月底见顶 就调整到去到9月底见底 那接着它是不是又有机会上呢? 似乎就是这样的形势 那如果有机会就是 每次就是调整完就破顶 调整完就有机会破顶 那所以是有机会的 好 那除了这两只海底搂火窝类股份 和体育用品股之外 另外一个板块值得留意的 就是这个物业管理板块 物管股当中近期 最强势的就是雅新末 雅新末早前是宣布这个收购之后 就破了顶 破了顶之后 《经济日报》文章都不断写这一只 那接着就现在再冲上来 当时破顶那天的收市位 都是17.88元 今天去到21元 最高今天见过21.45元 是升了很多两成多的 那不排除有些回吐调整 这只股都是逢低都是可以吸 那有些大行看到这只股的目标价 25元那样 那当然不是直线上升的 那也是这只猩猩又是会有调整的 调整完之后又是一浪高于一浪 那就很小了 那它现在的尺寸 已经变成了物管股的龙头了 教这个碧桂圆服务更加大 那所以就吸引了资金流了进去 亦都它的PE也是 教这个碧桂圆服务更加便宜 所以亦都吸引了资金 所以就是这只会升得多些 那也都带动了其他物管股 今天都有一些好表现的 不过呢 集中来讲 我就觉得都是 雅生活服务 和碧桂圆服务 这两只龙头股为优 优先 正如体育用品股来讲 都是利林安踏为主 火候股都是海底撈 和移海国际为主 那大家清楚了 那这三个板块都够大家玩 是吧 那还有很多的板块 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除了消费股之外 都有部份 不过今天呢 我与时间关系 集中只要讲这三个板块 总结而言 外围 美国 经济一样 优经济 就说退 拖累港股 那最主要港股呢 其实呢 就是看 是美国十年期债息的走势的 因为恒生指数 这段时间彈上来 和回落的走势 和美国十年期债息很近的 而美国十年期债息 就受到经济数据影响 所以大家应该要关心 今晚美国ISM 非制造业 即服务业的指数 和明晚美国的大飞龙的数据 决定债息 那就影响到港股了 那在这段期间呢 其实现在呢 资金就是炒股不炒市的 特别是消费类股份 内地消费类股份 是备受市场追捧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